我们看第一章第四节 第一章第四节呢 是第一章中第一个 有一点复兴难度的章节 有一点难度的章节 所以有一点难度呢 就是它科考的内容其实很多 但是分值不高 对吧 所以比较讨厌 正常情况下呢 每年的分值 大家看我们历年的分值 就一分到两分 一两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呢 就是 策划的这个目的 我们看三些 三些 这个三些啊 策划这个标志下面第二行 针对这个项目的决策和实施 或者是决策实施的某一个问题 对吧 进行各方面的分析论证 只在为项目建设的决策和实施增值 对吧 策划的目的 为了什么呢 项目建设的决策和实施增值 目的实施增值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看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呢 上面有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二三四五七下面这段啊 三十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下面这段 第一行的后面 策划的实质是知识管理的过程 策划的实质是什么呢 知识管理 对吧 就是通过知识的获取 编写组合 形成新的知识 它的实质是知识管理的过程 再下面自然的地行啊 工程项目策划是个什么过程呢 开放还是封闭 开放的过程 对吧 这么几句话呢 一般来说 可以在综合性里面 我们看看例子 关于策划的说法 证据的是 A 工程项目策划指针对 建设工程项目的决策和实施 针对决策实施 或者是决策和实施的某一个问题 对吧 所以A是不完整的 不对啊 B 指责为项目建设的决策和实施增值 对不对 正确 C 策划是个封闭的过程 封闭还是开放 开放的 对吧 D 实质是知识组合 它的实质是知识管理 对吧 就是新生新的知识 对吧 实质是知识管理 所以大家应该选 选B 那题很简单 涉及到我们管理 这某个考试这个基本规律 我也说一下 什么规律呢 你看ABCD这四个选项 ABCD这四个选项 一般来说 如果四个选项里面有一项有增值 这两个字 一般来说它都是正确的案 因为我们这门客 有很多地方都讲的这个增值 对吧 所以这规律咱得规 对吧 有一项若是增值 一般来说它就是正确的案 好 这个看三十页啊 决策计计策划的工作内容 决策计计策划的工作内容呢 这个标准第一项啊 建计工程项目决策计计策划的主要任务 是定义项目开发或者建设的任务和意义 这个关键句对吧 决策计计策划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可以出带立卡 就是确定啊 项目建设开发 它的任务和意义 比如说啊 我们盖楼 我们要盖几栋楼啊 每栋楼有什么用啊 决策计计计定义 对吧 好 这个 从三十页到三十二页之间 讲决策计计策划 讲了很多条 那么可不可以考呢 可以 对吧 这就是我说比较讨厌的 内容比较多啊 对吧 首先呢 我们看这个 三十页啊 决策计计计计 我们看三十页 下面阿拉伯数字二子一段啊 项目定义和目标论证 项目定义和目标论证 这个内容是这样的啊 它呢 直接处理考的可能性 其实不是很大 这几项呢 如果要考的这个 目标论证的话啊 主要是和实施阶段的 三十二页 三十二页下面这个 阿拉伯数字二这个表题啊 实施阶段的 目标分析和在论论 在一二三四五的计则的七项做对比 那么考决策阶段 可能性大还是考实施阶段可能性大 主要是考实施阶段 实施阶段目标分析论论的七项 可以考多训定 决策阶段的三十页 决策阶段项目定义和目标论论 通常是作为考实施阶段 目标在论论论 所以干扰箱出现 所以你了解一下就行了 那么下面我们看决策阶段的组织策划 决策阶段的组织策划呢 是说一共写了六条 前四条都考不了 能考的是第五条和第六条 这我们要注意一下 对吧 决策阶段的组织策划 要涉及到实施七组织总体方案 编码体系的分析 第五条第六条注意下就行了 好 决策阶段的管理策划 决策阶段的管理策划呢 这三项 我们要求他们要注意一下 为什么他比较怪啊 决策阶段的管理策划 不是决策期怎么去管理 而涉及到实施七和生产运营期 对吧 决策期的管理策划 涉及到实施七管理总体方案 生产运营期设施管理总体方案 生产运营期经营管理总体方案 对吧 决策期的管理策划 是涉及到实施七和生产运营期的 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 决策期的合同策划 合同策划呢 我们这个主要是要注意的 就第三条了 对吧 前两条决策期的合同结构 决策期的合同内容和文本 对吧 主要是第三条 还涉及到实施七 合同结构的总体方案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个例子啊 建策工程项目决策计划策划的主要任务是 决策计划策划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第一项目建设开发的任务和意义 答应选B 对吧 这很简单 关键句 下列工程项目策划工作中属于决策阶段 合同策划的是决策阶段的合同策划 合同策划 组织方案涉及竞赛 那肯定是实施阶段了对吧 B 确定项目设计合同 设计合同结构划 这个 C 拟定施工合同 设计施工 那肯定是实施阶段了 对吧 这个 设计施工啊 肯定是实施阶段 实施阶段的合同策划 对吧 设计到具体工作嘛 D 确定实施期合同结构总体法案 对不对 正确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三条 对吧 决策期合同策划 它要设计到实施期合同结构总体法案 所以答应选选D 好 下面呢 我们看这个三十二页啊 实施阶段策划的内容 首先呢 有一句话我们简单了解一下 实施阶段策划的工作内容 这个B2的基本第二行啊 建设工程项目实施阶段策划的内容 涉及的范围和深度 理论上和时间中并没有统一的规定 对吧 这个呢 这句话是这样的 从音声响的来说 只能在综合体里面作为一个选项 单独考肯定考不了 对吧 好 再下面再来段第一行啊 再下面段第一行 建设工程项目实施阶段策划的主要任务 是确定如何组织该项目的开发和的建设 这句话可以单独考 实施阶段策划的主要任务是做什么呢 实施阶段策划的主要任务啊 确定如何组织该项目的开发和的建设 对吧 也就是说啊 决策阶段讨论的是做什么 实施阶段讨论的是怎么做 对吧 怎么做 好 那么实施阶段策划的主要内容啊 实施阶段策划的主要内容啊 实施阶段策划的主要内容 有这么几个细节 我们要去会 首先呢 就是第二条 下面目标分析和战略认 目标分析和战略认这个内容啊 目标分析和战略认这个内容啊 我们这一节 这一节啊 整个第一章第四节 他在我们建造师的一键的考试历史上啊 整个这一节在我们一级建造师考试历史上 就考过两次多学历 啊 那么这两次多学历 都考的是什么内容呢 就他 实施阶段的目标分析和战略认 09年考一次 2013年考一次 也是考多学历一般来的就是他 啊 所以实施阶段目标分析和战略认的这个内容啊 这七项啊 七项我们要求他们要注意一下 对吧 包括 这个投资目标的分解论证 编制投资组理规划 对吧 进度目标分解论证 编制进度规划 功能分解 进度面积分配 确定质量目标 对吧 这是 实施阶段的目标分析和战略认 啊 这七项内容 我们要求他们这个要注意一下 考这个时候 我们就刚才讲了 都喜欢用决策阶段 决策阶段 他的 这个 第二项啊 项目第一和目标论证 做干扰项对吧 好 对比的看一看就行了 下面的话 实施阶段的组织策划 实施阶段的组织策划啊 这个涉及到业主发的组织机构啊 分工啊 流程啊 要注意的 特别说要注意的最后一项 建立编码体系 对吧 决策阶段的组织策划的最后一项呢 是编码体系的分析 对吧 实施阶段最后一项啊 实施阶段组织策划的最后一项 是建立编码体系 这是有区别的 对吧 实施阶段的管理策划 实施阶段管理策划 主要注意第二项 这一项特别喜欢考 啊 实施阶段的管理策划 这个第二项啊 像风险管理和工程保险 对吧 风险管理和工程保险这一项很喜欢考 你要注意一下 实施阶段的合同策划 对吧 涉及到这个 这么三项 这了解一下 我们刚才也讲过 提过对吧 是方案竞赛呀 设计施工合同啊 合同文本 啊 就涉及到设计 设计的施工的 对吧 好 我们看看例子 建设工程项目实施阶段 策划的主要任务是 如何组织项目的开发和建设 对吧 答应该选D 你说周老师 B如何实现下目标 个人不对呢 其实也说得通 对吧 但是他和书上写的不一样啊 对吧 我们教材怎么说的 实施阶段策划的主要任务啊 就是 如何组织项目的开发和建设 对吧 B和D对比 D更合理 更合理 单选你选一个 选D 对吧 下列建设工程项目 决策阶段策划的 过程内容中 属于组织策划的是 决策阶段的组织策划 啊 这个 A 业主办项目管理的组织结构 这应该是实施阶段的是吧 这个 B 生产瑞营期基因管理策划的方案 生产瑞营期基因管理策划 这不是决策设断 它不是组织策划 啊 这应该是决策设断的 这个 这个这个管理策划 对吧 C变码体系的建立 这是实施阶段组织策划 对吧 D 实施期组织组织策划 就是决策设 在组织策划 对吧 所以答应该选D 下列策划工作中 属于实施阶段策划的是 啊 实施阶段策划的是 前面ABCA三个 你看都在实施期 但是他 他们都属于决策阶段的策划 对吧 所以答应该选D 这是实施阶段的管理策划 就是风险管理和工程保险 对吧 答应该选D 啊 在实施期组织策划中 目标分析和自暗论证的内容 啊 目标分析和自暗论证这个内容 我们讲是 这一节唯一考多训你的地方 对吧 啊 打取ABCD 啊 确立项目建设的规模和标准 这是决策阶段的啊 规模和标准啊 这是我们决策阶段的项目第一和目标论证的内容 对吧 有时候呢还可以出综合题 对吧 关于实施期组织策划的说法 证据的是 A C策划是个封闭专业性较强的开放的过程 对吧 B 目标分析战论证实际基本内容之一 对不对 正确 啊 正确 这是实施期组织的这个第二项目 第二项策划目标分析战论证吗 对吧 啊 C 14阶段策划组织的任务是进行管理策划 那不对了 是如何组织项目的开发和建设 对吧 啊 D 14阶段策划的范围和深度有统一明确的规定 没有 这是具体项目而定 对吧 所以答应选B